另外一個問題 這位朋友他是這樣的 他說他和他的先生收入加起來大約有13萬的樣子 然後他想著呈現買房 首付存得比較少 首付 信用兩個人都不錯 先生800多分 他大概799分 每個月他們的開銷是大概4500塊 這樣算起來在呈現買得到房嗎? 因為新房子又喜歡新房子 新房子都是要70萬以上才可以 他頂多能付不到10%的首付 這種情況請專家給一下意見 到底有沒有買房的希望呢? 我看了一下這位朋友的收入情況和債務情況 我是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一般來說 就是說對於我們這種查收入貸款 我們是要求 就是說你的收入 我們可以用最多到50% 用來做為Qualify這個貸款的一個要求 這個我們是叫Debt to Income Ratio 就是說你的債務和這個收入比 最多可以到50% 那如果他們這個收入是13萬的話 那這個月收入大概是1萬多一點 那可能50%那就是大概5000 那就是說他這個5000塊要cover他所有的房子相關的費用 對 費用包括貸款、HOA費、避稅、保險 然後如果他們還有些車代或者歷史車 這種也是算在上面的 所以這些費用加起來呢 是不能超過這個50% 收入的50% 就是像他這種大概就是5000多一點 那如果是他要買70萬左右的房子 即使付10%的首付 這是可以的 就說收入夠的話 他付5% 10%的首付也是OK的 那只是他如果首付不超過20% 那會有一個Mortgage Insurance 可能這月會有一個額外的可能一兩百塊錢的這個費用 Mortgage Insurance 對 那我剛才大概算了一下 他如果是如果貸60幾萬 在60幾萬的話一個月可能避稅保險這些加起來呢 應該大概就是4000多一點 那應該還是少於他這個5000塊的 所以我是覺得按他的這個情況 如果他沒有很多的什麼車代或者那種歷史車 比如說有些人他一下正好 你一下有兩三部什麼歷史車 那一個月有一千多塊錢的這些費用 那可能就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他們沒有更多的這些債務 那他這個收入是可以cover這個就是可以去做這個貸款的 明白明白 其實就是說就是其實down payment並不是說是完全決定性的因素 其實收入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對不對 做貸款 對的 就是他收入夠他付5% 10% 沒錯 都是可以的 是的 是的 好的 好 非常感謝我們GMCC萬通貸款銀行資深貸款顧問瑞秀黎謝謝你 OK不用謝 好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好arnya